小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要讲的是 另外一种类型的音符 它叫Eights Note 它除了有黑色的Note Head 斧头以外 还有斧杆 它还多了一条尾巴 在音乐中我们叫它 Flag 这有一块饼干 现在有两个小朋友 都想吃这块饼干 这时候怎么办呢 让我们把它切开 这样每一个小朋友得到一半 其中的这一半呢 就是这个Eights Note Eights Note呢 因为是一半的时长 所以呢 我们小朋友在数的时候 不太好数 所以呢 我们把另一半也放上 一个Eights Note 是半拍 再来一个Eights Note 又是半拍 拼在一起 就回到了 一拍 我们看一下 这个 就是八分音符 它有斧头 斧杆和斧尾 一个八分音符 是二分之一拍 这是两个八分音符 拴在了一起 拴在了一根绳上 那么我们Count 一拍 刷分音符呢 是用来唱或者是弹的 那么同样 在累的时候 我们需要修纸符 和它一样时间长短的修纸符 是这样子的 叫八分修纸符 八分修纸符 休息的时间长短 和八分音符一样 也是半拍 让我们来看一个节奏练习 在这个节奏练习中 我们有四分音符 二分音符 还有负点二分音符 还有就是八分音符 两个八分音符 加在一起 变成一个完整的饼干 变成一拍 让我们试试看 这个因为是两拍 所以我们要拍两次 唱的时间也要长一些 这是 这两个加在一起 是一拍 所以我们只用拍打一次 看下一个 这两个八分音符 加在一起是一拍 所以我们只用拍打一次 这个是二分音符 唱两拍 拍打两次 这个是负点二分音符 唱三拍 所以我们拍打三次 让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已经学过的 这些音符 这些音符之间的关系 这个是时间最长的 全音符 它等于两个二分音符 二分音符呢 又等于两个四分音符 每一个四分音符 又等于两个八分音符 加在一起 这是它们之间的关系 课中 我们也 说过一些拍号 我们说过 拍号是由两个数字组成的 上面一个数字 表示每一个小节 有多少拍 如果是二 表示两拍 每一个小节 如果是三 表示三拍 每一个小节 四 表示四拍 每一个小节 下面的数字 表示 以什么类型的音符 作为一拍 四 表示以四分音符 作为一拍 我们回到 刚才音符之间的关系 四分音符 是这样子的 以它作为一拍 那么两个四分音符 加在一起 等于一个二分音符 所以一加一等于二 所以在 底下的数字是四的时候 四分音符 四分音符是一拍 二分音符是两拍 全音符就变成二加二等于四了 我们也说过 拍号 两个上下两个数字是会变化的 我们今天就要讲到 请大家看到 上面的数字是三 表示三拍每一个小节 六表示六拍是每一个小节 九表示每一个小节九拍 下面的数字 从以前的四变成了八 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 从原来的四分音符 作为一拍 变成了 以八分音符 作为一拍 作为一拍 我们再回到刚才的 音符之间关系的表格 现在 如果以八分音符 作为一拍 那么两个八分音符 加在一起 等于一个四分音符 一加一等于二 这个时候 四分音符 两拍了 那这个时候 二分音符变成多少了呢 二加二 变成四拍了 那么全音符 变成多少了呢 四加四 变成八拍了 如果对学过成法的 小朋友来说 底下的数字 从四变成八 是扩大了两倍 那么 所有音符的时间长短 也都要扩大两倍 以前我们以四分音符 作为一拍 现在扩大两倍 就变成两拍了 当我们以四分音符 作为一拍的时候 二分音符 是两拍 现在扩大两倍 就变成四拍了 就变成四拍了 完了 就变成八拍了 realities 快适成四拍了 这呢 是 其它 都发生 进ensoot 海